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啊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大家请看啊,Simple的用法 咱们上一期呢,讲解了Simple基本的概念,对吧 今天咱们讲一下它的用法啊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作为常量 第二,作为属性 第三,作为半隐藏属性 前两个比较好理解嘛,对吧 常量属性,什么叫半隐藏属性 说概念感觉有点抽象啊 一会儿咱们看例子,保证您能理解啊 好,那咱们一个个看啊 首先实战演习,作为常量该怎么用 大家请看 下面呢,我定义了五个Simple类型的语言常量 Java,Luby,Pro,PSP,VB 它内部其实有一个ID嘛,对不对 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 怎么用,咱们看啊 比如说,我在编码过程中 要用到一个语言级的变量 我呢,给它复一初始值 比如说PSP 这个PSP要跟这个PSP变量写成一样啊 常量,名称要是一样才行啊 好,那么咱们给它复一个初始值 然后呢,下面进行判断 我这语言的变量,是不是等于Java呢 如果等于,会输出Java的Log 对不对 等于嘛,它不等于嘛 对吧,那所以怎么办 往下走啊 那么咱们再判断 这个Long是不是等于Luby呢 也不等于 那接着往下走 如果等于的话,就输出 一会儿咱们运行一下例子 我别一会儿了 咱现在运行吧 因为下面还有两个例子 咱一个一个讲 一个一个运行 好像更好理解啊 那咱们一个个运行算咯 好,我先给您考第一个例子 作为常量 看起来后面都是simple 其实只是不一样的哦 好,马上运行 Go 试一下 咱们输出node.js 回撤 什么都没有嘛 对吧 为什么 没有等于Java和Luby 对不对 那我把Java考过来 让咱们Long等于Java 怎么样 输出了 对吧 和Java完全的一致 然后呢 再让它等于一个Luby 也没问题 再学个LubyLong on Rails 也就是说 咱们在这个地方 虽然说是仅仅赋予一个simple 但是呢 咱们在编码中 就能够使用这些些个语言的常量 非常的方便 推荐给您 这种写法呢 非常的好啊 咱们不用关线里面的直 咱们只是在做它的变量 再使用它的变量名 再使用它的常量名 就够了 好 这是它的作为常量的使用方法 接下来咱们看 咱们作为属性啊 属性其实也不难 这个地方呢 我定义两个simple的变量 I-C-I-S-R 该怎么用 大家请看 下面我给个objjava脚本的对象 然后呢 我给这个对象分别附上两个属性 se属性和s2属性 se属性呢 让它等于hello s2属性呢 让它等于word 接下来 咱们输出log啊 我先看一下obj这个对象里面所有的内容 接下来 再看一下obj s1的内容 再看一下obj s2的内容 没问题吧 OK 按理说呀 咱们如果这不是simple 比如咱们认识strain 那肯定这个地方 s1跟s2是一样的值嘛 为什么 里面的值是一样嘛 都是my simple 但是因为它是simple类型 所以说呢 它会被当作两个完全不同的属性来处理啊 咱们现在马上试一下 go 好 咱们看结果啊 这就是java教本非常灵活的地方 也是我非常喜欢它的地方 node test 大家请看 第一行输出了咱们java教本对象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没问题吧 一个是hello 一个是word 但是它的属性的类型是完全的一致啊 标注出来的是完全一致 因为咱不能看到内部的idea 但是它是两个不同的属性 为什么 大家请看 我输出obgs1的时候 它给我打出来了 hello 我输出obgs2的时候呢 给我打出了word 换句话说 这两个标记 作为属性名 而区分开来 虽然里面的值是一样 但是呢 就是两个不同的属性名来使用 这个呢 也是它的常用的方法之一 请您要记住 好 咱们再接下来 看我最后这个啊 半隐藏属性 怎么用 看啊 首先我这定义了一个key 常亮嘛 跟刚才咱们这个Java这个 Ruby是一样的效果 一样的使用方式 定一个常亮名 然后呢 咱们再定一个用户类 没问题吧 在用户类里面 我有一个构造器 传三个值 key 名称 年龄 然后呢 大家请注意看 我用这个thiskey 换句话说 是我这个对象本身 然后呢 这传进是simple 等于这个key 其他这两属性呢 都是this.name this.age 这是它们的使用的不同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我不用点的原因是 我想把它作为半隐藏属性 给它藏起来 好 咱们看能不能藏住啊 然后接下来 这还有一个函数干什么 把这个key传进来 然后判断一下 这个地方传进来的key 是不是等于构造器 传进来的key 就这么一个checkkey的函数 非常简单 这个没什么 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user 该怎么用啊 首先说 我let定义一个user的变量 new这个对象 没问题吧 构造器 需要三个参数 咱们分别传三个 123 是这个key coring 是这个name R9 是这个年龄 没问题吧 传进来之后 它会付给这三个值 注意 一个是属性 一个是隐藏属性 或者说 一个是symbol的属性 另外两个呢 是点属性 它们不一样地方 好 那么咱们既然 这个地方 声明了一个user的变量 该怎么用呢 大家请看 我呢 用console.log 先打出user.name 没问题吧 它这个地方 有name属性 然后user.age 没问题 也能打出来 然后呢 user后面跟上这个mykey 就这个变量 当然 也能打出来 但有朋友说 你不隐藏吗 怎么还能打出来 对 它能打出来 换句话说 您用的时候呢 您知道它的时候 它是可以取出来的 好 咱们再看啊 接下来咱们用这个checkkey 看一下 这个函数能不能用啊 我传123 123跟我这个 构造器的123 是一致的值嘛 所以说这个地方 它会返回tru 没问题吧 这是tru 然后我传456 这456跟我一开始了 这构造器值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会返回false 没有问题 一会看结果啊 接下来 看如何隐藏啊 咱们在这行 那请看 我输出了三个值 没问题对吧 OK 然后呢 我用java脚本的obj object的对象里面的keys 干什么 列出所有user变量里面的属性 user变量里面有几个属性 数一数啊 name age 还有这个 mykey 对吧 但是很遗憾 咱们这个地方看到的 只是user跟age 看不到mykey 这个symbol的属性 为什么 隐藏了 然后呢 咱们用 扎了脚本的json 字符画 这个叫做字符串画 这么一个标准的函数 去把这个user打印出来的话 咱们会看到 name age 却看不到这个mykey 这个symbol 为什么 它是隐藏的 坏话说 只有知道这个symbol属性的人才能够使用 不知道人呢 就没法使用 好 咱们说太多了 咱们马上运行 今天这期可能时间有点超啊 看效果 马上运行啊 运行起来之后 我再给您一行一行再复习讲解啊 node test 看啊 第一行输出 库里29岁 123 就这行嘛 对吧 user.name 库里 .age 29 这个mykey的值 是123 就这个嘛 对吧 OK 没问题 说明 咱是能够用到这个mykey里面的值了 能够读取到 没问题 然后咱们check这个mykey 一个是123 一个456 肯定是吗 一个是true 一个是false 没问题 接下来object keys打印出user变量里面所有的属性名 大家请看 只有name和age mykey呢 不在 没有啊 OK 然后呢 咱们用Jason Stream话 再看一下user变量里面值 大家请看 输出的 name的名称和值输出 然后age的名称和值也输出 mykey呢 没有 不存在 半隐藏 换句话说 它虽然不存在 但是呢 咱们还可以使用 对不对 还可以使用 这个就是它半隐藏的特点啊 这个您在设计类时候呢 可以活用它 好 以上就是关于我给您讲解的关于simple的用法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稍微有点灵活 它是ES6的新概念 您最好呢 把我的例子呢 实际这个 敲一下 去试一下 应该就能够理解啊 我相信是没有问题 好 呃 今天就是这样吧 今天的代码呢 我放到开中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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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